大家好 星期二日報 今天是2022年4月1日 星期五 餘人節是哥哥的死忌 我這邊就不多說了 娛樂那邊應該會說的 張國榮那些東西 說回香港 今天疫情增加6646宗確診 連續兩天跌穿7000水平 今天再多119宗死亡個案 死亡率維持在0.66% 第五波疫情累計到今日死亡7,612人 包括英國 美國 菲律賓等9個國家的禁飛令 今天解除 這些國家的航機陸續抵港 打齊針 抵港人士檢疫期也減到7天 港府取消9個國家的禁飛令第一天 當局說 今天有超過28航班 超過2000名乘客抵達香港 終於有人來香港了 今天早上最少有兩班航班 在菲律賓的馬尼拉來到香港 當中不少的乘客是外傭 有外傭說 疫情之下來香港是不容易的 在菲律賓等了兩至三年才來到香港 他就說 我不擔心疫情 只是想盡快賺錢養家 對啦 現在的飯也沒得開 還說 糟糕 已經不害怕了 另外 有菲律賓留學的港人就說 這次回港是特別探望 三年沒見香港的親人 現在的飛機來到香港 乘客先要在機場接受檢測 代行安排 即進行核酸測試 拿到陰性結果 再由指定的車輛 送你去檢測酒店接受強制檢測 機場接機大堂A隔離有個後車區 讓底港人士等候前往指定檢測酒店的專車 到11點多 陸續有大批馬尼拉底港的乘客 到達香港的接機大堂 有一位在馬尼拉回來的香港人就說 他一直在菲律賓留學 已經三年沒見過香港的親人 他說 去年12月已經計劃回港探親 但是禁非令取消 到今天禁非令取消才能成功回到香港 但是他提到 要成功預定檢測酒店仍然是不容易的 費用高達幾千元 幾千元 當是一千元 住七天七千元 當你八九吧 我就算你八折 真的貴 五千多人 我想大家對清零和共存這個政策都討論了很久了 大家都有討論了 一千五百零一名二十歲以上的香港市民 研究團隊說 市民對清零和共存取態與受訪者的個人背景有關 相較多年長的受訪者 就傾向清零的策略 就是老人家想清零 約43%年長的年長群體 就是50歲以上 就傾向接受清零 而其他年齡群組只有三成 就是贊成清零 二十至49歲的群組中 超過半數是傾向共存策略 而50歲以上的群組 就有大約 45%就贊成 共存策略 教育水平和家庭越入收入方面 持有學士學位的群組最支持共存 甚麼意思 你越讀得多書 你就越偏向歐美那邊 大約有六成人贊成 其次 有碩士和博士學位都有56.2% 持學士學位是58.2% 博士學位是56.2% 高中學歷或以下的人 就教支持清零 因為他們沒有讀書 就覺得清零 有41% 支持共存的比率是39.4% 是唯一清零多過共存的群組 而家庭月入較高的群組 亦是更加傾向支持共存 家庭月入收入達到4萬元以上的群組 超過過半是支持共存的 不知道你們是怎樣看 清零嗎 50歲以上喜歡共存 50歲以上喜歡清零 年輕人喜歡共存 我不怕 上海那邊我都要說一說 昨天上海那邊新增5653宗 本土確診 防疫政策令市民苦不堪言 當地的官員在昨天承認 對Omicron認識不足 有些被封控的地區群眾生活保障不夠周到 別人真的這樣說 我們誠懇接受大家的批評 正在努力改善 相比林鄭月娥是不會道歉的 現在連大陸上海的官員都道歉 作為全港經濟中心的上海有2500萬人口 因應疫情持續攀升 全市的醫療系統面臨巨大壓力 當地的民眾苦不堪言 有上海市的市民接連在微博求助 就說家人在隔離點沒有提供藥物 食水和生活用品 有人說自己確診之後 遲遲都未送往隔離 跟香港差不多了 上海昨天召開防控疫情新聞會 中共上海市委副秘書長 馬春雷坦誠 面對傳染極強的Omicron變種病毒 他是認識不足的 針對感染者大幅增長的情況 準備亦不夠充分 同時一些防控措施執行到不夠位 落實不到位 執行到不到位 有的風行地區群眾生活保障不夠周到 他願意就此接受大家的批評 強調疫情嚴峻 如果不實行嚴格的管控 就存在拜法流行的潛在風險 總之上海那邊 他都 他都要繼續嚴格管控 他就不會想著共存 看看習主席 肯不肯共存 上海那邊 唉 政府在第五波疫情期間 啟用多個隔離設施對抗疫情 部分設施是中央緩建的 但是近日有住客 搞搞搞鎮 更加有人涉嫌惡意破壞 包括以紙巾和衛生用品 即是M巾 堵塞洗手間 3月先啟用的6個隔離設施 竟然收到600宗房內的傢俬損毀報告 300宗的損毀報告 損毀報告 損毀報告 新香港人來到香港 他們會損毀 雖然有關的情況令到清潔時間倍增 但是有清潔工醫院 仍然會盡力做 他叫黃家瑜 令下位住客舒適入住 提供管理服務的公司 其使用者珍惜由中央援建設施 而保安局也會嚴肅跟進這些事件 早前粉定黃後山村和新田設施 都被人惡意破壞 黃後山村隔離營 天花更加有屎 新田方艙設施 地板水煲亦都出現屎 兩個人因為盈位被抓了 保安局3月才啟用6個設施 清衣 新田 港珠澳 人工島 洪水橋 粉嶺 馬適路和元朗 譚美設施 接獲2000項不正當使用報告 包括大約600項 令到裏面的傢俬損毀 500宗亂丟濕紙巾 引致塞渠 和300宗 踏錯指板 即是蹲在這裏 那就是損壞的報告 真是古靈精怪 我亦都奉政府預料 是可以拘捕的 如果你是涉及刑事成份 將會轉交執法部門 我不知道怎樣才叫刑事成份 可能是故意或者不小心 是兩回事 大家 雖然是公帑 我亦都建議愛息一下 但我對蹲在這裏 沒有其他意見 因為我也是蹲在這裏 最後想說說 有人跟林鄭月娥示愛 Cary 近日有位署名 農場餐廳 陳興圖的人士頻頻登報 簡直是給錢報紙 登報紙 向特首林鄭月娥示愛表白 並說林鄭月娥是 至美麗的雲彩 她認為愛要說出口 相約疫情之後 一起跳舞 非常肉麻 同時政府的防疫政策表達意見 她說令人摸不著頭腦 原來陳興圖先生 曾經是香港的落爛富豪 傳奇的一生令人 戚戚清奇 而她的農場餐廳 近日推出不同的優惠 及不同的對象 包括用128元購買自家推出的窩心蛋卷 可以獲取同等價值的餐廳 即是免費吃飯 即是你用128元購買的蛋卷 不應該幫她買廣告 另外凡女性光顧可獲得 朱古力玫瑰花枝 那些話不說 我只是想說她和事愛那些事 和林鄭我告訴大家 因為我旁邊有一位人士 她說原來陳興圖先生 可能不肯定 我們未確認 可能是跑王之王 即是以前跑王之王 香港很多 現在還說沒有 好像沒有 她的老闆 她也很經典 我想說她怎樣和特首示愛 開始 Carrie 我們的特首 我愛你 還要有個心心 又是我你的大學師弟 農場餐廳陳興圖 今天要說八點 這一個是一項抗疫的重點 第八點 大愛無崖 Carrie小姐 我是真心致誠愛你 在抗疫戰的當下 你是我們的主帥 敢問閣下 請每一位香港人 我不去愛你 那我要去愛誰呢 難道去愛李家超師長 去愛陳茂波師長 媽 或去愛一位一位鄭師長 我想是鄭陽華 在抗疫路上 你不僅是香港人的主帥 你更是我心中 自未來的雲災 請你加油 帶領我們走出逆境 再者抗疫路上 你的小師弟 誓與你同行 今年十一月 是楊子經盛開的日子 與其撥開楊子經的繁花貿業 會見到香港經濟重現生經 有讀者問我 那你愛不愛在抗疫前線的陳少子局長 以下是我的答案 愛我的俄師者 亦愛我的少子局長 但愛主帥是市民對上的愛大是大愛 你說什麼 愛主帥是市民對上的愛大是大愛 不明白 愛少子局長是男女間仰慕的一種小愛 他說我們特首就是大愛 愛陳少子局長就是男女之間傾慕的一種小愛 繼續 這種小愛我只會靜悄悄地去愛 寫至此 不得不請特首閣下及香港市民原諒我的妄狀 因為我已經心如綠狀 不能自己何處逢春不受章 何處逢情不可憐 天有香港 願大家平安 我要繼續說給大家聽 Carrie 我愛愛愛 一個心心的Carrie特首 我私心肺裂的愛你 敢敢 你愛我好嗎 你下面還有個心字 還有個心心 真的心型 我是你的小師弟 農場餐廳 陳興圖 你可以跟深水埗區的小朋友叫聲陳哥哥 每天早上十一點見到你 是我在疫情敦下最大的安慰 我是真心愛你的 因為公 bod不 polls 你從沒有衰錢盈 一個人言 一生慵慨奉公 我愛你 愛你 你從沒有衰形色 沒有任何費命 我愛你 愛愛你 我這麼相信 你對來自四方八面 如狼俑的批評 你其是不知道衰什麽 就連七百萬多全香港市民 除了我一個 通通都不知你真正需要什麼 你只需要在一點上 就算我 陳興道 給你的愛來得太遲 陳哥哥私底對不起你 也對不起全港市民 但我依然可以補救 憑著我給你的愛 有我絕對信心 你可以帶領香港出逆境 Carrie 師姐 你天賦大膽 就放膽愛我吧 憑著你的努力 在今年楊子晶盛開之日 逆是香港復租之時 我已真誠約你 低你在那一天的晚上 去淺水灣沙灘我彈琴 你唱歌 齊跳舞 好嗎 淺水灣是個好地方 我住了那七年 今天走到深水埗 又住了七年 兩處都是好地方 各有各精彩 今天陳哥哥已經六十幾 萬多是以漢婆已放下 唯一放不下的 就是Carrie 師姐你 你這麼大膽 我愛你 你是不會怕的 你就大聲說一句 你都愛愛愛 就是有個心心 好嗎 Carrie 師姐 孔子所有 你所有 亦你的師弟我所有 你就愛我 好嗎 得之不修 學之不講 開義不能逃 不善不能改 善不憂行 師弟與你同行 Carrie 師姐我愛你 好了我講到這裏 記得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分享 訂閱我們的頻道 痛擊五毛 Patreon支持 月費贊助 我現在都愛上了 我們的Carrie Carrie特首 我愛你 Carrie 林鄭 你和波仔離婚 和我結婚 我愛你 Carrie 拜拜